旧金山市长布里德 去年给加州大学董事会写了一封信 请求考虑在该市中心开设一个新校区 加州大学系统最近正式 正在考虑布里德的请求 加州大学总校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该系统正在探索推进其科研 公共服务和发展的机会 通过扩大在旧金山的影响力 来实现教育使命 发言人补充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伯克利分校发言人表示 该大学始终对增加研究生住房的可行性感兴趣 正在进行的探索性讨论 还涉及可能用于学术目的的建筑 加州大学在旧金山有法学院 医学院伯克利分校在旧金山市中心 设有一个卫星校园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商业地产 被推荐给加州大学 旧金山市中心办公大楼内 超过三分之一的空间都处于空置状态 伯克利剩餐